墙壁上高挂着气势磅礴的名家墨宝 这九个字是这里主人的人生准则 这幅蕴含古典雅风的习字 更是作者带人接物的生活观 这里是泰玛丽乡长的办公室 刚接获乡民公务人员考试荣登考榜的习讯 除了即刻电话祝贺之外 二话不说 随即提笔回号书写庆贺红莲 下笔沉稳书写流畅的风格 一幅好字随即呈现在记者的眼前 现在当乡长我们要有这样的谦卑的心 所以这一直是您做人所事的作用名吗 没错没错 平时着力于繁忙的公务 但是每逢乡内荤丧喜庆 乡长陈振郡不假手他人 亲自挥笔书写以服务乡亲大众 除了平时喜爱书法欣赏名家莫保之外 乡长也期望能号召乡内书法同好成立书法协会 让中国书法艺术文化能够继续传承延续下去 东台新闻张家为泰马里报道